云通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晨老师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台北股票市场跌了100点 那说真的 台股真的非常非常的强 那你可能会很纳闷 就是说台股今天跌那么多盘中 一度还跌了200点 那洪老师居然说台股很强 对因为强弱之间 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值 那从美国公布CPI之后 其实美股已经连续两天出现一个重挫了 包括礼拜五的时候跌了800多点 那昨天还一样又重挫了800多点 那光道琼指数这两天就已经跌掉了1600点 那如果说你以美国股市的跌幅来去计算台股的话 那我告诉你台股最少要跌掉多少 它要跌掉将近快1000点 可是你回头过来看 台股目前盘中跌了110点 那你说相较于美国股市来讲 它是强还是弱 当然是强 那为什么台股会比较强 因为我们有半导体 我们有车用 这两块未来具备爆发力的市场 所以很多人都会看着美国股市 来去想说 未来台湾会怎么样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美国跟台湾 它本来就是一边一国 如果说我们今天美国跟台湾统一了 那我说台股跟着美股走 那很正常 可是我们两个就是不同的国家 我们有不同的国情 我们有不同的发展 那我们看着美国股市来操作台股 那当然你错误的几率 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同样的 当美国非常弱势的情况下 难道它就不会弹吗 难道它就不会上涨吗 我们从美国股市的目前的技术面来看 这是道琼指数的一个走势 那道琼指数连三黑之后 快速的集叠下来 光三天的时间跌掉了多少点 跌掉了快2000点的幅度 那2000点的集叠之后 其实它的乖离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 那乖离呢 你可以用BIOS指标来去做一个计算 这个是我跟一个就是美国 从一个美国传奇的操盘手 我在他身上所学到的 他在美国的这个交易大赛里面 十次拿下了九次的冠军 而且他只是一个散户而已 然后他的交易策略非常的简单 他就是运用说 我现在一个平均价格里面 当我涨得太多的时候 乖离过大他一定会做收敛 同样的当我跌得太快的时候 他来到极度悲观的位置 他也一样会收敛 他也一样会收敛 所以就美股的角度来看 你已经BIOS来到了 -5.5%以上 那他就是一个极度悲观的位置 那每一次来到极度悲观呢 他就会开始进入盘整 甚至开始收敛价差 所以就美股的角度来讲 其实他集叠之后呢 未来就是具备一个反弹的空间 同样的如果美国股市会反弹 那你现在看到的台股悲观 未来会变成怎么样 他又变成乐观 他又呈现了一个美国股市不跌 台股又要涨的一个乐观气氛就回来了 所以这就是股票市场的循环 每一次都大涨的时候 大家很敢买股票 跌下来不敢买 但是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 跌下来的时候买股票才会赚钱不是吗 真的会让你赚钱的位置 就是在大家最悲观 最恐慌 然后最不敢买股票的时间 因为那时候满地都是便宜货啊 你随便捡都有耶 那前提在于说你要挑对方向嘛 你要找对族群下去做切入啊 所以我说台股当中 有很多的好货 只是这些好货 或许大家对他不是很熟悉 但是未来你会越来越熟悉 那其中呢 这四大名流里面 包括了半导体 包括工具机 包括车用 包括高尔夫 这些都是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股票嘛 我们简单来看啊 今天呢台股跌了100点 是不是有股票已经开始翻红向上了 比如像6196的樊轩啊 这个今天盘中涨了5个percent哦 那我问问大家 它是什么股票 UV机台半导体的设备啊 那6223的旺席有没有 哇今天盘中也是涨了3.5个percent啊 那它是什么股票 它是半导体的材料嘛 所以有一些个股呢 它已经在黑暗之中露出了一些曙光出来了 那这些个股 它就是有一些族群性存在 比如像说车用 比如像说半导体的一个机会嘛 那我们非常看好未来车用跟半导体的发展 因为台湾这两块市场 我们会成为一个超级强的一个大国 我们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因为我们本身就非常适合发展 所谓的电动车跟半导体的技术嘛 对不对 包括台积电载啊 甚至鸿海跟玉龙 这两家公司的强强合作 未来还要攻占全世界的 所谓电动车的市场啊 而且这个时间点已经快到了 这个机会点已经快来了 那如果说你现在趁着回党 你下去做切入 下去做布局 那等到这个机会 这个你所看到的未来它发生了 那你就是赚大钱啊 你就开始成为这个少数赚钱的那个人嘛 所以我说有一些机会点 只是你现在还没有发现 但是我们已经先看到了 那我先看到了 我就先告诉你嘛 先告诉你的机会的时候 它如果股价还在低档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才会无穷大 所以我说我看到的是一个这个东西 现在呢鸿海跟玉龙两个在合作嘛 那去年已经发表了这个Model C的这台新车 那10月份呢 他准备要开始做预购 那刘董事长他也讲 明年目标要充1万辆 明年目标要充1万辆 那我在预估啦 他今年第一批出来的这个量 大概是3000台左右 大概3000辆 那这3000辆呢 就已经足够让他所有的开发成本 损益2平了 也就是说我今年呢 可以达到损益2平 明年就开始赚大钱啦 3000台就可以损益2平 那你想想看啊 我可以卖到1万台 那可以赚到多少钱啊 那个获利也是非常恐怖的嘛 那我们台湾呢 非常适合发展电动车 因为呢特斯拉所有的产品 里面所有的包括了线材 包括了镜头 包括所谓的这些电磁材料 甚至马达都是在台湾生产的啊 对不对 都是跟台湾拿货嘛 那如果说台湾未来 很适合发展电动车的话 那我只要在台湾 把这些供应链整合在一起 然后挂上一个牌子 然后开始去出货 开始去做这个销售 那不就是可以 抢供很好的一个市场嘛 所以呢我说 这次鸿海跟玉龙的合作 绝对是未来的大商机 所以已经有人发现到 说玉龙的成长机会嘛 那他已经开始偷偷在买啊 包括金流比从600跳升到120 有没有 每一次大量长虹出来做休息 大量长虹出来做休息啊 那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那重点是 如果玉龙跟鸿海合作的汽车 挂上纳士捷的品牌 他在台湾的销售绝对是No.1的 那如果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汽车 有没有 电动车市场啊 他拿不到台积电的晶片 可是呢 玉龙他可以拿到台积电的晶片 鸿海他可以拿到台积电的晶片 我可以生产出来的汽车更高档 那我去卖到对岸的时候 我的竞争力是不是更强 所以台湾只是一个起步点而已 未来整个电动车 往大陆去销售的时候 我们的所有的电池材料 包括我们的半导体 就会跟着这个出海口 一起往上去做爆发 那这件事情可能大家还不晓得 但我先帮你们的规划好 我已经看到未来的故事了嘛 所以为什么玉龙有人在买 有资金偷偷在做布决动作 就是这个原因啊 那你说他有没有比大盘强 你看看哦 今天大盘的 大盘呢 现在已经跌破月线了 对不对 他已经回到月线之下了嘛 可是有一些个股逆势 强于大盘的 比如像说2201的玉龙嘛 他现在还是在月线之上啊 所以很多的资金 其实他是往这个方向去做移动的 甚至呢2317的鸿海也是啊 你说这一段的涨势是谁在买的 台积电跌的这么凶 为什么像鸿海这档股票 他可以这么的强势啊 你说他今天回档 他也回到月线而已啊 他也没有破线啊 这种大型的全资股 能够强于大盘的 那就代表说很多的资金 正在这个低档 下去做切入 下去做布局嘛 所以指数的涨跌已经不是关键了 关键在于说 你要怎么去选到未来的机会点 你要怎么去选到未来的 会成长的股票嘛 所以呢包括这一档标的 这个也不错哦 真的很棒哦 他是做测用半导体的封装 而且他5月营收 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了 所以呢开始有人偷偷在买 金流比从1100跳升到400嘛 这一根大量出来 量缩回档回测到月线 棒啊 大盘都已经破线 他还没破啊 而且一年的获利高达6块钱耶 股价不到百元 我觉得这个都是太低股了 那我看他看了很久 只是说我等到今天的时候 我们才下去做切入 因为呢 强势股要拉回站在买房嘛 所以车用的市场呢 台湾绝对是一个佼佼者 我们台湾未来 在电动车的发展上面 会非常非常具有爆发力 而且资金的流向告诉我 已经有人先知道了 他先知道 已经先开始买股票了 从育龙的涨势 从鸿海的涨势 从一些包括电池材料的涨势 我们就知道说 台湾在电动车的市场 已经慢慢开始去做起步 今年10月份将是一个重要重要的起步点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那你不能等到10月才去切入 那时候股价就已经不会再低档了 就很像三幅化一样 你在那个位置点上面你不敢买 等到未来涨到200块钱的时候 机会就错失掉了 所以呢 你看看这则新闻 我希望说 大家在看行情的时候 我们也要看一下未来 对不对 那未来呢 红海10月份Model C 它要开始预购了 那如果它开始预购之前 你要不要先做好切入 你要不要先做好布局 做股票我们要的是未来 我不是要看现在 那未来你要怎么去找 从资金的流向去找 所以台股当中有很多的好货 在这四大名流当中 会一个一个浮现出来 但是你一定要选对 你要找对方向 你才能够成为市场上面的 长期稳健的 报酬率的一个投资者 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分析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对不于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C5 你可以钓鱼清新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情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部水利署 苦口婆心你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孟辰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台股虽然跌了100多点 但是相较于国际股市来讲 台北股票市场 已经非常非常的强 那之所以可以强于国际股市 就是因为我们有车用跟半导体 这两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成长需求存在 所以不要害怕指数的涨跌 我们反而要在这种悲观的情绪当中 去找到机会点 去找到可以买的一些股票 把每一个动作做好来 我相信你时间长了 你自然能够取得一个长期而且稳健的报酬率 比如像说6245的利端好了 今天也是跌的 今天跌了2.43%对不对 盘中一度还重挫下来 刷得很快 你说我们在买利端的时候 我也是一样 我是遇到大跌的时候 我下去做切入 我下去做布局的 但是我说实在的 在这个位阶点上面要买 当时指数跌了119点 是不是跟今天很像 对不对 那它的股价也没有涨 它的股价也是跌的 可是我已经看到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金流比600跳升到200 这档股票被低估了 那我们在这边买的时候 市场上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告诉你说 他在买这支股票啊 都没有啊 可是因为我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像这种股票有没有 横盘整理突破第一根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配合指数重挫最好 因为强势股回测到月线的附近 就是买点嘛 那后面呢开始进行量桌整理有没有 整理完之后就开始创新高上来了 6月9号就创新高上来了 然后呢到6月10号有没有 来到亮灯涨停满涨幅13% 然后到昨天6月13号的时候 哇再创新高上来涨幅19% 所以买点很重要嘛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可是真的这种买点 难的地方在哪里 考验人性啊 大跌的时候叫你买股票 你没有我的抠信 你绝对买不下手 对不对 你一定会怕嘛 因为看到立端这样跌下来 你就会开始怀疑了 老师说得对还是不对 老师这种股票跌下来 到底还能不能买嘛 很多的这种怀疑的声浪 会一直在你的脑海中 不断的去做浮现 但是这个时候 你就要有一个可以协助你的人嘛 可以告诉你说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可以告诉你说 我们看到的商机跟看到的机会 当你有了性侵你自然不会恐慌 你自然不会因为一时行情的涨跌就感到害怕了 所以你说这个股票不强吗 很强啊 大盘都跌破月线了 它居然还能够创新高 你说它不厉害吗 那你说这个股票会这样子停下来吗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强势股拉回呢 它一样是买点啊 它一样是一个机会点啊 只是投资朋友会因为美国股市的大跌 感到害怕了 你忘记了你原本所设定的目标 你忘记你原本想买这一档股票的信心嘛 但是我们不会啊 我说有一些个股机会来的时候 一样是很好切入 很好布局的一个买点嘛 那你只要把这个买点抓好 其实不要去追股票 你就能够赚到钱了 包括像那种工具机啊 2049的上盈有没有 之前我们买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强势股上来有没有 我叫你不要追啊 那你拉回呢 回车回来当然大家就在骂啦 这种股票已经落了啊 这种股票不好啦 但是它真的不好吗 你看看它的月线 有没有 还是上扬的对不对 那我短线会回挡 是因为我乖离太大 所以它要进行做手链 很正常嘛对不对 但是你的量呢 并没有出来啊 也就是说我上涨有量 我拉回呢 走量说卖压不重嘛 原本在低档布局的人 他并没有离开 那同样的啊 之前的高点都不会是高点啊 那你回挡呢 你应该要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吧 所以这就是操作上的节奏 选股是一回事 节奏又是一个 你要去掌握的一个重点嘛 所以不用去追股票 你才能够赚到大钱 我讲实在的 那你把选股做好 那你把每一个买卖点都抓得非常的清楚 其实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获利 就把这两件事情搞定就好了 所以我说台湾有很多的机会 包括车用 包括半导体啊 甚至半导体有没有 我觉得是未来发展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可观哦 会惹死人啊 台积电现在在台湾设厂设了16座 这16座厂里面 每一个都是最先进的半导体 包括了3奈米 包括了2奈米 甚至5奈米的部分嘛 那台湾变成一个细岛了耶 未来所有的半导体 最先进的半导体 都由台湾这边来出货 你想想看哦 台湾这个 这些厂如果建起来哦 台湾人会变得多富有 你知道吗 那个钱会多到吓死人啊 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又要回来了耶 它又会回来耶 因为呢 光台积电在台湾的投资总额 高达16万亿日元 对不对 等于将近快4兆的台币啊 那4兆的台币呢 我今天产能建下去之后 我的营收 我的获利 它就会浮现出来嘛 产能建好之后 钱就进来了 开始卖出去 货出的去 钱就进得来嘛 钱进来之后呢 台湾人就会变得非常的有钱啊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做好投资的动作 你一定要找股票去做投资 否则呢 你一旦等到台湾人越来越有钱的时候 贫富差距会很大 那你一旦贫富差距拉开来啊 那就算哦 你的钱哦 你都没有 你都没有做 你都没有任何损失哦 你的钱一样变薄 你的钱一样会变薄啊 那你在投资的时候就是要做功课嘛 像我们每天都在一直不断的不断的督促自己要去做功课 要去做功课 那做这个功课是什么 我们要去发现未来啊 包括我们发现到半导体的未来 包括我们发现到电动车的未来 都是一样的嘛 那你今天参加会员的目的不就是要得到这件事情吗 你不是看今天什么股票很强啊 有些股票今天跌下来 我觉得很棒啊 因为你不买它 你等到未来涨上去的时候 你又再后悔了 对不对 就很像在买三幅化的时候啊 你说67.4元 有哪一个专家会告诉你这种股票的企业啊 你如果没有去做功课 你没有金流笔告诉你说 这支股票有人在投资 所以你要回来的时候再买对不对 如果你那时候有买的话 你跟着我的会员一起下去做布局 你知道后面赚多少钱吗 你光这一档股票涨到哪里 涨到了187.5元 我们不要讲历史新高241块 我们讲187.5元就好了 这样就起178% 178%啊 但是很多的专家是等到涨到200块了 才告诉你说 快哦快来买三幅化 那你现在在买三幅化 你是希望它有多大的空间啊 67块钱的三幅化 涨到187块 它是容易的 可是200块钱的三幅化 你要再涨一倍要到400块钱 那个难度就高了嘛 那个难度就高了嘛 那我们在买股票 本来就是要找那种报酬率最好的啊 那你找到报酬率最好 它绝对不会再高档嘛 因为你高档你在往上一倍的空间 它就很小 可是你低档要往上一倍 简单啊 所以你说为什么长龙最近不会涨了 因为如果说我的长龙 2603的长龙啊 你在200块钱 你要再涨一倍 200块钱你要再涨一倍 它要涨多少钱 它要涨到400啊 可是你如果说 你的长龙是买在20几块钱 你要涨一倍 那我40块钱我就达到了嘛 所以买股票的诀窍就在这边 你要找那种低档的潜力股 下去做布局 什么叫潜力股 它有涨一倍的实力啊 它有那种能力去涨一倍的股票嘛 所以我在买创意的时候也是啊 这个股票就已经有人在偷嘛 而且台积电三奈米的时代 它要来了 很多的东西你必须要重新设计 而且你只有创意有嘛 你只有创意有啊 那你不找创意你要找谁 你说你在找其他的厂商 它有可能给你三奈米的IPC制裁吗 没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我买在这个位阶 我觉得非常非常合理 而且它价钱非常非常便宜嘛 买完之后527块钱往上创新高 531块钱往上创新高 指数都还在跌 它已经开始在涨了 对不对 但是不要小看它 我不会只要这一小段而已哦 84块钱的价差 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前菜 我要的绝对比你想象的多更多啦 所以呢你也要知道说 什么时机点 还要再做加码布局的动作啊 跌下来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这个位阶没有买到的 你不觉得应该要等拉回的时候 赶快呢再找机会下去切嘛 什么都没有改变哦 创意的三奈米 未来绝对会大卖 一定大卖的 因为台积电所有的IP4制裁 都给创意啊 那你想想看啊 我今天创意 未来所要接收到的订单 会有多少 那是坐得怕死人的部分呢 那只是说 我跟大家谈这些 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不熟悉呢 不代表它不好嘛 包括我在做尹威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这种股票是什么啊 5月30要买的对不对 那后面呢 尹威有没有创新高 有啊 后面是不是也一样创新高给你看 6515的尹威后面涨到哪里去了 涨到460块钱啊 对不对 那重点在于说 你怎么低买嘛 有很多新的机会 它正在悄悄的发生 只是投资朋友们还不熟悉而已啊 包括未来的三奈米设备厂 像我们在买这个 三奈米设备厂的这一档 6XXX的股票 金流比从1200跳到270 哇 这一根大量藏红棒出来 我说这个绝对要买的 买进去之后 往上亮灯涨停板 后面还在创新高 指数大跌 它一样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空间很大嘛 所以我说 你今天要买股票 你要找到低档下去 做切入的股票 但是这些低档布局的标的 它一定有人先偷买 所以你用金流的方式 去挖宝潜力股 才是你现在操作上的核心 如果你不懂怎么挖宝的 我欢迎你 拨通电话 跟上脚步来 感谢大家接着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 Code 订阅电影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电影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引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城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 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引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一名 双振允